能用上MIUI 14的基本上现在也都用上了 除了几个系统级别的功能流畅度的提升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大文件夹 其实这玩意儿都是别人玩了很久之后剩下的 特别是MIUI 14的这个大文件夹 还是2x2的四公格 除了给加一个框框真的是没啥用处 那么我们的MIUI 14的系统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完整版的大文件夹呢 或者说MIUI 14也给一起一个安排商 那么肯定是有办法的 我是林文林飞 这次我给你们带来的是一个小软件 就是MIUI的修改桌面 记得点上投币支持一下哦 这个软件是由酷安薛定2的属 基于MIUI 14官方桌面修改制作 当然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需要Rot加核心破解 你都OK了的话你就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你除了可以和MIUI 14一样 把小文件夹变成大文件夹 还可以把这种四公格的傻玩意儿 换成九公格 下面还可以自己选择 是否智能推荐外录的应用 而当然我们这个九公格也是可以单独点击进入每个应用的 不得不说大耳牛逼和MIUI团队真的是打了一年的酱油吧 还全面对标iPhone呢 要么我来指导一下MIUI 14的下一波更新方向 下一波就是更新一下对叠桌面 这才是全面对标啊 来我们来全面对标一下iPhone 看 全面对标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全面对标iPhone 而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还是大耳制作的堆叠桌面 不得不说MIUI14今年是真的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啊 我都没啥升级的欲望 反而我装几个软件就能完成升级 我会把大耳的软件下载 放在视频的简介 如果有需要 Rot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关于Rot的一个分享 面对搞急发生 关于是MIUI 希望本期视频会给你产生一定的帮助 我也是群友分享给我的啊 MIUI13也是同样可以使用的 算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小工具了 装给你的朋友看看呗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大家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或者软件用觉得牛逼 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我是顺顺飞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投币三连 其实我想这些你全都给到我 这样我会产出更多于是的视频 要知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